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剧谈先生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港片《圣诞玫瑰》 小天出身律师世家,小时候亲眼目睹父亲受贿 从而导致一名受害者女孩一遇而亡 这对她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于是从小就立志要成为有良心的律师 如今心愿已成,当上了检控官 这天她收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委托 这个委托案子和当年父亲的案子有些类似 原告是一名双腿残疾的女生静景 被告是聘请静景做自己女儿家庭教师的医生阿文 同时,阿文也是静景的医生 静景控制阿文在对自己进行身体检查的时候不安分 这有损医德,面对静景的指控 阿文拒不承认,她找来了另一位律师西新小靴 她是一个富二代,性格飞扬跋扈,理智冷血 目前为止还未有败机 法庭上小靴经验丰富,始终掌握着案情的节奏 称,因为没有第三个目击战人 这一切都是静景的讲述,没有强有力的证据 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 同时,指纹的认证也不能证实阿文对静景进行了性侵 因为作为医生,出于检查治病的目的 触碰到患者的敏感部位是十分常见且合情合理的 所以静景的陈述不能证实阿文性侵 医生之后,小天鼓励静景不要放弃 咱们还有希望,正夜可以迟到但一定不会缺席 静景送给小天一个折纸 小天当作是被害者,感谢 在一次和朋友聚餐时,小天的朋友告诉他 静景的经历他们都不知道 而阿文在夜间风评很好,很可能是静景在说谎 但此时小天已经完全受到父亲当年案件的影响 他不想重蹈覆辙 坚定地认为阿文有罪 二审开始,小天拿出有力证据 证实了阿文确实对静景有好感 在私密的空间下,对静景做出性侵的举动完全有可能 而小薛想用口舌,力挽狂澜 表示静景本身就是因为那里有所疾病 对阿文的正常检查举动,不认为是耍流氓,完全有可能 但是口说无凭还是失败了,法官在一番判决过后 以及静景给阿文的折制,表明这场战斗,自己已经胜存在握 评审中,小薛找到了一位极具分量的证人 静景的母亲 静景的母亲表示,静景在十岁的时候遇到了护工燃指 双腿也是那时候摔断的 所以心中有阴影,可能看谁都觉得对自己有非分之想 这段讲述过后,静景冷笑了几声 眼含恨意的他承认了自己对阿文是诬告 同时也否认了母亲的证实 因为当年燃指自己的不是护工,而是母亲的野男人 他看到了那个男人对自己下手,却视而不见 而他诬告医生,完全也只是为了报复 原来和医生长时间相处下来 他渐渐的迷恋上了医生 他对医生的照顾很是依赖 但是医生早就是有家事的人,所以拒绝了他 他不甘心,他认为世界对他不公 所以才选择了如此下策 渐渐的母亲连声道歉,希望女儿可以原谅他 但这有什么用呢 一场闹剧过后,小薛反败为胜,战绩再添一笔荣耀 而小天明白了,这世上不是什么事情都是黑白分明的 他带上了父亲送给自己的领带和父亲和解 好了,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妨点一点订阅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